这是一款12S的无刷水磅 采用60V供电 里面含有电子开关 今天我们主要是来测试无刷水磅 以及安装的详细过程 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连接方式 黑色 副极 红色正极 然后白色对应的连接接收器的白色信号线 黄色是对应黑色 然后是 这款无刷水磅是12S供电 所以说我们可以调到50V没问题 50V供电 然后 我们打开开关 旋转按钮的电压是5V 也就是接收器 不是50V供电 这个一定要注意 打开开关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无刷水磅是放在水里面的 这个反水的 做了反水处理 左边是进水口 右边是出水口 在标识上面也可以看到 我的弹务指反向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尖头的 另外要注意的话就是 这个这个螺丝不能轻易去触碰 不要去拧 好 现在我们来通电试一下 因为我这个水管有点压不住 我就拿一个烟灰干压住的 打开旋转按钮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水磅会空响 但是没有水出来 这个情况的话 可能是进水 进水口的水 没有进入到无刷水磅的内腔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通过外腻 施压 就是把水给吹进去 它才会正常的运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